國民黨說我們沒有黑箱 尤其是黃國昌 哪裡黑箱 哪裡毀憲亂政 沒有嗎 現在其實表決大概是不太會贏了啦 但是論述絕對不能輸啊 所以哪裡黑箱 好 黃國昌希望大家講清楚 我們就講清楚 首先第一個 程序委員會藍白是不是在檔案子 這其實今天的主題是國會改革嗎 過去八年民進黨國會多數的時候 都落實的一個國會改革 就是程序委員會不檔案子 黃國昌不是都酸說民進黨跳票嗎 程序委員會不檔案子 這是民進黨落實的國會改革支票 結果黃國昌跟傅崑奇 兩個人加起來聯手之後 現在程序委員會瘋狂檔案子啊 黃國昌你要國會改革 為什麼程序委員會不檔案的這個改革 被你自己推翻啊 改回來 所以第一個 國會假改革第一招 程序委員會檔案子 對 國會假改革第二招 審查議案的時候 只審查自己多數黨的提案 少數黨提案不併案審 有沒有發生 有啊 國民黨的趙偉吳宗憲 審這個他們口中的國會改革法案 只審他們藍白的版本 綠版只納入一版賴瑞隆榮版 其他民進黨版全部被排擠 全部被排擠 不併案審啊 然後民進黨的趙偉中嘉賓 自己要排民進黨的案子之後 國民黨的人瘋狂去舉手說要散會啊 不給討論啊 所以在司法法治委員會當中 直接只討論自己的版本 不給討論別人的版本嘛 只排審自己的版本 不排審別的版本 可以這樣喔 這叫改革喔 國會這樣表現OK喔 我跟大家報告喔 今天他們一直在說這個合法 對這個合法 沒有違反議事規則 但是我要提醒黃國昌 復坤其一件事情 十年前張慶忠 他三十秒通過服貿 也一切合法 十年前國民黨 說他們服貿協議一切合法 沒錯啊 如果說一切合乎議事規則 就不是黑箱 那請問十年前的黃國昌在幹嘛 欸對 人家張慶忠也違反議事規則啊 欸對啊 人家是主席他宣布通過服貿協議 就像你們家的吳宗憲一樣 聽到台下舉手說有意義 要逐條討論 他說我們保留送協商 一樣符合議事規則啊 請問十年前黃國昌 是在叫什麼叫 人家也符合議事規則啊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不是只跟你談議事規則 我們要談的是實質上 到底有沒有實質審差嘛 這就是十年前太陽話一直在講的嘛 對嘛 國民黨說有我們符合議事規則 我們沒有違法 可是黃國昌說 你根本就沒有實質審查 對 就是這樣子 我們經常講 剛剛講到第二招嘛 程序委員會不並按審查嘛 第三招是什麼 要開會討論對不對 在委員會喔 我們講委員會中心主義喔 2016年黃國昌怎麼講呢 我們希望在委員會當中 可以把條文的精緻度 條文的細緻度通通處理好 然後呢有形成共識 大家沒有共識的條文可能會再討論 但是如果沒有共識保留的條文超過三分之一 我想我們就不宜把它送出委員會 應該要繼續討論 2016年的黃國昌這樣講呢 嗯 但是這一次程序委員會當中 檔案子不並按審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接下來司法法治委員會審國民黨版的時候 只要是有人舉手說有意義要逐條討論 趙委吳宗憲直接宣布本條保留送出委員會 現在在場的我們來審一個法案 每一個人每個月都要繳一萬塊給苗柏雅 在場有沒有意義 郎東舉手說有意義 沒有沒有要不然藐視國民法十萬 好有意義是不是 我們保留送政黨協商 不給你發表 為什麼 不給你討論 我想講欸 因為憑他就是趙偉 憑他人數就是多 為什麼連講都不讓我講 講都不讓他講 對第三招嘛 就講都不讓你講嘛 委員會 剛剛我們2016年的黃國昌說 三分之一以上保留就不該送出委員會 這一次有多少保留你知道嗎 百分之百保留 整個法案每一條百分之百保留 在立法院官網上 一時細路大家去看 我昨天晚上直播 影片都放出來 百分之百保留 送出委員會 接下來 怎麼可以送出委員會啊 憑他們是多數就可以 接下來 政黨協商沒有共識對不對 政黨協商沒有共識 直接送院會要表決 反正人數優勢嘛 而且最厲害的一招來了 不愧是康乃爾法學博士 他把議事規則當中的漏洞 抓得非常完美啊 運用修正動議這個說法 在完全沒有共識 委員會也沒有結論 協商也沒有結論 每一條都沒有結論的時候 直接提出一套 實質上等同一個新提案的修正動議 直接提到委員會來要表決了 如果你今天要提個新提案 比如說有某個立委 我覺得你這個國會改革反應有問題 我要提個新提案 他要從程序委員會開始掛號 可是黃國昌現在提一個新的版本 就是他5月16號晚上說 這是最高機密的版本 這個條文是最高機密的版本 他完全不用從程序委員會重新掛號 直接插隊 用修正動議的身份 直接覆蓋掉過去28個版本提進來 哪有這樣子的啊 過去我們講修正動議是怎樣 一個法條 一個法案如果100條 可能委員會討論好50條 協商戳好30條 還剩20條沒共識對不對 20條沒共識的時候 修正動議把這20條提進來 針對一些字句標點符號或什麼 來著作修正 第28條的修正動議是什麼 第30條的修正動議是什麼 然後再表決不是嗎 這一次國會改革所有的版本裡面 都沒有形成任何的共識 全部都是以修正動議的方式呈現 而差異在哪裡 修正動議是不用放上網給全民檢閱的 所以5月16號的最高機密 5月17號黃國昌拿去立法院提案 5月17號的下午7點 才開始一本一本的要發給在現場的立委 到現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5月21號 立法院的官網上 還是看不到這個最高機密的版本 所以除了113位立法委員之外 一般的百姓在立法院官網上 是得不到任何資訊的 所以他說我沒有黑箱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這些都是修正動議 所以我根本不用跟你們公開 所以我就一切都合法 其實它是一個全新的法 你知道10年前張慶忠跟國民黨做錯了兩件事 哪兩件事嗎 第一件事 就是他們沒有開直播 張慶忠跟說聽慶忠老師跟你分析 這個一切合法 第二件事是什麼 他們早應該把符貌協議用修正動議搞嘛 幹嘛符貌協議全文公布在網站上 給大家看90天 結果被公民團體泡到體無完膚 對不對 大家上街抗議 你就用一個不是真正的版本 等到符貌協議要闖關的時候 你說我提一個修正動議 然後當天早上來提出來 立刻人數碾壓把它穿過 這樣不就好了 因為人民看不到版本 也不知道要抗議嘛 所以黃國昌進化了耶 他從國民黨那邊學到了一個進化版 就跟你講 這個是康蘭爾法學國士啊 去找這個會議規則漏洞 很會找啦 可是回過頭來 這不是說好要國會改革嗎 這不是說好要國會改革嗎 結果你國會改革的過程當中 全部都是反改革耶 讀樹讀國理論大家聽過嘛 有讀了樹種出來的果 也有讀啊 不真正 今天這整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看到 現在立法院裡面 一條一條在表決的版本 是什麼時候提出來的 5月17號 今天是5月21號喔 只有三個上班日喔 只有三個上班日喔 沒有還有 而且立法院用日 就禮拜五嘛 禮拜一禮拜二嘛 對 但是呢 中間禮拜一 立法院還沒有開會喔 所以只有兩個開會日喔 就要來通過 5月17號所提出來的 這樣子一個版本耶 我就問一件事情 這符合你要的程序正義嗎 這符合國會改革嗎 大家有玩過交友軟體對不對 這個交友軟體上面 我今天跟一個人聊的 算OK啦 約出來見面好不好 聊了一陣子了 一個月約出來見面 結果當天來了 不是他 是他朋友 是修正東儀 是他朋友 不是本人 是他朋友 OK我們一坐下來 他跟我說 我告訴你啊 我這個年薪收入也不錯 長得也不差 然後呢 這個家庭的幸福美滿 然後這個也沒有前科 家世清白也不錯 我們等一下下午 立刻去護政事務所登記結婚 你賣嗎 你要嗎 現在就是這樣耶 嚇死人了 28個版本前面程序委會 在這個司法法治委委會走過場的時候 現在你突然提一個修正動議 變成他朋友來跟你見面 那現在要不要結婚了 再結婚啊 再簽名啊 再刪讀啊 剛才沈柏陽發言 他一站上來說 我終於第一次有機會 針對實質的條文 描示國會罪來發言 可是現在要刪讀了 對 要刪讀耶 因為前面的過程是被沒收啊 好 如果今天這一套可以的話 你知道會怎麼樣嗎 未來所有的法律都可以比照辦理 沒錯 反勝透法可不可以比照辦理 可以 在表決前一天才提出他們隱藏版 實際上他們真的要過的條文 國安無法可不可以在表決前一天 才丟出來說 訂稿 然後當天早上 才說這是我們真正要過的條文 對 然後呢 中沛身份的年限可不可以這樣搞 可以 不在籍投票可不可以這樣搞 都可以 年輕改回來可不可以 可以 就是當天早上才丟出他真正要表決的版本 然後來告訴你說 我完全符合意識規則 我一切合法 然後我讓你們有反對意見的人 在院會一個人發言三分鐘 一個人講完之後 我們立刻舉手停止討論 就當作有討論了 然後就通過 然後呢全國的人民要等到你通過之後 才能夠有機會一條一條來檢視說 現在到底在通過什麼 這是你要的國會改革喔 這不是我要國會改革 所以立法院 這個 剛剛阿苗從立法院的場外趕過來 現在場外的狀況是如何 現在場外 我到場的時候 已經集結了超過三千個人 那因為今天是上班日 而且外面還在下雨 但是如果說再這樣繼續下去 假設這個延續到晚上的話 我認為人數會來增加 因為現在在看直播的朋友 可能下班之後 也許都有機會過去 我們現在畫面上就是現在的live直播 是是是 你知道這件事情很簡單 我們去買玩具嘛 抽那個盲盒嘛 全種類28種 我去繳錢 去櫃台繳錢之後 打開盒子 知道我抽中哪一種 這個大家都有玩過 扭蛋對不對 扭蛋盲盒 打開 扭到一個文山智林好高興 扭到這個不喜歡 扭到一個欄尾 不高興不喜歡 可是這一次的狀況是什麼 它就像是一個盲盒 28個版本的法條 放在立法院官網上讓你看 但是呢 真正當天表決要過的版本 它是用修正動議提出來 所以就是說 在當天早上開店的時候 店長黃國昌 把這個打開 加入國昌一番賞 國昌一番賞 進去之後 你買到的就是這個國昌一番賞 你還要打開盒子 你才能夠知道說 它長什麼樣子 可是你已經繳錢了 你不能退貨了 而且就不是前面那28個 是第29個 隱藏版 這套模式如果可以的話 未來它可以應用在所有的法律上 不只是現在這樣一個版本 然後最後 你現在網路上很多藍白已經開始在講 什麼黑箱 也有通過你們民進黨的版本 今天26條28條 都是你們民進黨修正動議 哪有黑箱 跟各位講 我們就是要即時破解這種說法 根據國民黨的修正動議 最高機密 黃國昌講的最高機密 這我手上現在有 他的最高機密 裡面他就有提到 你看他的版本 26條28條 他都沒有版 不予修正 就是26條28條 黃國昌跟傅昆琦的版本 沒有提案的 他沒有修正動議 他沒有要提案的 他就讓民進黨的過 不然的話你自己 所以他們就拿出來說嘴 說你看民進黨也有 對啊 你自己沒有案子 你當然不能不讓別人案子過啊 是你自己沒有案子嘛 那現在他們就說 你看有尊重少數啊 都有讓民進黨過 真正的關鍵是 他們有案子的 他們有案子的 就是要照他們的方式過 我跟大家講 其實表決輸沒關係 因為我們就是知道表決會輸 可是你要討論 你要討論 你要給機會發言 委員會中心主義 沒錯 你好歹要讓大家知道 法案的內容是什麼 因為很可能 跟很多人都相關 總是要讓大家知道一下嘛 你是在躲什麼躲啦 這麼有道理還需要躲嗎 是不是 這麼正當 躲什麼 藏什麼 一定 內部一定有一些 臭不可聞的地方